市長選舉的氣氛這陣子越來越明顯 路上也可以看到由於 參選人馬的選舉行榜還有政見 市議員創社會上後進行市場中 這頓的時候 他就特別拿出兩位 市長參選人所公佈的政見 來順問利息局處處因 實現的可能性 為了每年的市長選舉 現在街頭一定能看到 不會接好選人的公格行榜 市議員創社會上後一頓的時候 就拿出兩位好選人的政見 包括工業房屋水 跟政事公園涉及停車中頂頂 但是有可能實現 但是局長的回答都是不太可能 海爺你覺得這可行嗎 如果他了解市政 就不會這麼說 所以他是亂講的 我沒有說他亂講 另外一方面 將對今年條件的房屋稅 市府要用增加的十四億歲收 運用在優惠保祖 加大林大統國體搬錢保貼 創社會的記憶 這兩處國體的土地未來用到 當然是離譜怎麼會不離譜 我們增加的 整個台南市因為房屋稅 各位市民 現場直播你們聽清楚 今年的房屋稅 台南市政府就原有稅收再加十四億 這樣不算離譜 不算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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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我跟妳補充兩點 第一個就是那個土地 我們會做公益使用 不會賣掉也不會去處分 做什麼公益使用 比說大林那個會做停車場 哦 很好 你給我們停車場不要拖駕場 這個我們事後再討論 那個安南區那個可能會做綠地或什麼 就是說 做什麼 綠地 綠地之類的 就是說現在還沒有定案 因為還沒有完全搬走嘛 市長強調 土地中作為公益使用 可能的改建型停車場 也是立地 不僅還沒定案 創社會也希望台南市的各位地位 可以不分配合 多多替台南市進出有算建設 記者 邱玉文成家升起 記輝 彩虹伯德